你有多久没有看武侠剧了呢 注意啊 我说的是武侠不是新武侠 事实上我这样讲有点悲观 武侠剧正在逐渐被市场抛弃 被观众遗忘 雪中汗刀行从开播就霸占了数据榜首 最终以50亿播放量收官 媲美额场另一部顶留新武侠代表作 尤斐 但两部作品同样面临口碑两极化的问题 评分都不足6分 50亿的播放量代表市场口味的走向 在调查报告中显示 2021年网剧的女性用户比例高达79% 而大多数女性观众爱看恋爱线多于江湖 爱看唯美的镜头多于全权倒肉的厮杀 这就是为啥制片方一直在拍PPD过照的原因 别骂啊 咱已经不是人家的目标人群了 口碑两极化的新武侠世界 更多是围绕着一双人情爱创江湖的故事 这就是为啥新派武侠被骂了这么多年 但片方好像就跟楼了似的 听不见这些抗议的原因 你看 欧式窗帘停上挂 消风断誉下午茶 大侠下的尿裤子江湖恋爱对对耍 国产武侠剧你这是一点都不想好了呀 新派武侠的特点是什么呢 靠数据说话 作为新武侠代表的尤斐 收官时总播放量突破49亿 热搜上榜180次 云斐撒糖的三条短视频 累计播放量就有6.3亿 热度绝对不差 不管是古偶还是仙侠 撒糖就完了 于是爱情不是重头戏的传统武侠明显就推了 2021年上新的14部武侠剧中 仅有山河令和新田龙八部才配拥有姓名 而其中一部命运多传惨遭下架 另一部豆瓣评分3.5 尽管传统武侠被糟蹋的稀碎 但一些武侠老牌演员们仍在坚守 97版天龙八部的阿子 就成了2021新天龙八部中的阿子娘 83版射雕英雄传的杨康 就成了2017版新射雕英雄传的黄老邪 新派武侠剧心在哪呢 以前的江湖用来闯荡 现在的江湖用来情长 梅超峰和黄老邪谈恋爱 令狐冲和东方不败才是真爱 13版《笑傲江湖》直接就将东方不败改为了女性 大家被雷的外交里嫩的同时 丝毫不妨碍克CP克得要生要死 当东方不败坠下悬崖的时候 令狐冲第一次流下了眼泪 而原配任盈盈看着像小三 这上台说理去呢 新《笑傲江湖》的故事 就从江湖豪情改为了令狐冲和他的女朋友们 并且首播就成为全国同时段的收视率第一 老百姓都爱看的感情戏 在女性视角下江湖仿佛变得更加柔软 同样是出自余政之手的一四版《神雕侠侣》 着重表达了梅超峰和黄老邪的师徒爱情 而去年的《射雕英雄传》之《九阴白骨爪》 就是专门歌颂梅超峰和黄老邪禁忌之恋 以前的武侠世界是一刀一剑闯天下 一言不合就打架 现在的武侠江湖是一男一女谈恋爱 慢镜头打戏来耍帅 新派武侠的拍摄手法发生了变化 从拳拳道肉到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新天龙八部的打戏更是一个镜头一个pose 花里胡哨水了光机的武打戏 我建议你们要不直接就去练武士打得了 以前的打戏是干脆漂亮 小鱼儿与花无缺中 花无缺一手扇子耍得飞起 迷到万千少女 还有怪侠一只眉 燕三娘花式转双刀 让人直呼 姐姐你弄死我吧 不仅如此 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独门武功 丐帮的降龙十八掌 少林寺的一金晶 桃花岛的洛英神剑掌等等 每次看到各大门派酣畅淋漓的打斗场面 都让人直呼过瘾 但以有匪为代表的多部新派武侠作品 双刀分南北 一剑定山川 关西枯戎手 蓬来有散心 剧中并不缺少武侠元素 门派和武功也应有尽用 但可惜的是 这些门派各自的记忆点稍弱 比如说提到小药谷 我只能想到他的传承人杨锦 是女三李延的男朋友 还是相对于传统武侠剧 新派武侠在感情和武侠的设定比重上 还是有点欠考虑 但平衡好男女各自的审美口味 或许武侠终有一日能重换生机 而不是只要数据就够了